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估计 李斯本当时大于20万人口 至少有5到10万人因地震丧生 18世纪的欧洲 尤其是在法国正处于启蒙运动时期 当时受到启蒙思想冲击最大的 是统治欧洲千年的基督教思想 所以 当地震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欧洲 也在法国引发了剧烈的思想争论 大家探讨的是 按照基督教的说法 上帝是全知全能的 是爱与仁慈的化身 那么 他为什么还会让无辜者遭受如此巨大的灾难呢 难道李斯本数以万计的生命都是活该遭殃的吗 对于这个问题啊 当时有一种主流的基督教解释十分盛行 他认为 上帝的确是善良仁慈的 上帝现在给无辜者降下灾难 必然会在另一些时候 在另一些地方带来善与幸福 归根结地啊 我们只要接受现状就可以了 我们现有的世界 已经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一个了 这种说法 是以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的理论为依据的 这听上去相当乐观 然而 法国启蒙思想家福尔泰对此表示了坚定的反驳 1759年 他专门写出这本哲理小说《老是人》 来全面展示自己的观点 福尔泰并不否认上帝存在 不否认上帝是世界的主宰 但是他说 上帝创造世界 主宰世界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给人类带来善与幸福 所以盲目的乐观主义没有任何好处 作为启蒙运动的领袖 他希望读者从基督教制造的幻觉里清醒过来 睁开眼 看清周围的现实 看看地震制造了多么大的苦难 更要看看欧洲到处爆发的战火 看看蛮横的君主 横行不法的道寇 阴险狡诈的商人 贪赃王法的官员 还有被压诈到生不如死的非洲奴隶 看看多少无辜者在连绵不绝的天灾人祸中苦苦挣扎 小说《老是人》的主人公 正是在从欧洲到南美 斜跨大西洋两岸的流浪中 体验或见证了所有这些人间苦难 见证了各种血腥和混乱 经历这些之后 书中的主人公及这位老是人 逐渐并进了盲目的乐观主义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小说的情节 老是人篇幅不到十万字 分成三十个章节 出场人物足有三十多个 但主要人物是两个 一个是主人公老是人 另一个是他的老师邦格洛斯 老是人这个词是从拉丁语演变过来的 他本来的意思是白色 洁白 老是人是南觉府上的养子 他生性诚实 头脑简单 可以说就像白纸一样洁白 所以人们才叫他老师人 老师人的老师邦格洛斯 也是南觉府里的人 他信奉一套乐观主义哲学 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 因此世间的一切都是有定数的 任何一样东西的存在 都是有理由的 不可能落空 比如说 我们为什么长一个朝前凸起的鼻子呢 因为我们要戴眼镜 所以我们有眼睛 我们为什么长两条腿呢 是为了穿长袜 所以我们有长袜 石头为什么存在呢 是为了被开枣出来建造城堡 所以我们南觉大人 就有一座美轮美奂的城堡 猪为什么存在呢 当然是为了被人吃 所以我们一年到头都吃猪肉 邦格洛斯把这一套理论 灌输给了老师人 老师人全盘接受 因此也成了一个乐观主义者 他积极地看世界 而且相信世上的一切都尽善尽美 这个观点 也就是当时基督教会权威人士们的观点 即 我们现有的世界 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个 随后 老师人就把这一套理论学以致用了 男爵的女儿 名叫居内贡 长得非常漂亮 老师人就想啊 这样漂亮的姑娘为什么存在呢 没错 肯定是为了让自己爱上她 正巧 居内贡姑娘也听了老师的话 相信老师人之所以存在 也是为了被自己所爱 于是有一天 两个人在一扇屏风后面 没来掩去了一下 就开始亲吻 不巧被男爵撞见 他非常气愤 一脚就把老师人踢出了大门 而居内贡姑娘呢 也被他母亲狠狠揍了一顿 被逐出城堡之后 老师人的命运 就开始了戏剧性的大起大落 厄运一桩一桩地找上门来 一开始 他就被两个征兵的人连哄带骗 到保加利亚国王的军队服役 他接受的军事训练十分残酷 几乎就是体罚 有一天 他觉得自己长着两条腿 可以出去走动走动 就离开兵营 结果被几个人抓回来 挨了四千鞭子的刑罚 差一点就被杀头了 后来 他所在的部队 在一次战争中溃散了 老师人侥幸捡回一条性命 他衣衫褂褛 一路向西走 边走边乞讨 一直走到荷兰境内 此时他已饿得奄奄一息 亏得一个好心人救了他 随后 他又意外地遇到了老师邦格洛斯 邦格洛斯的境况 也很凄惨 已经沦为一个浑身长着毒创的乞丐 他告诉老师人说 南爵的城堡被保加利亚人踏平了 南爵一家包括居内贡小姐都被杀死了 老师人很伤心 后来他把邦格洛斯治好了病 但是邦格洛斯只剩下了一只眼一只耳朵 他们一起坐船来到里斯本 在那里遇到了地震和海啸 人们饥寒交迫 流离失所 还有人趁火打劫 甚至戒机淫乱 那位救助过老师人的好心人 被一个野蛮的水手推下水去淹死了 老师人悲痛不堪 但是邦格洛斯依然平静地说 里斯本的地震 海啸 人民的痛苦 包括他自己的残疾 都是有道理的 一些人受苦 另一些人就会幸福 可是邦格洛斯这话刚说完 就连他自己都完蛋了 原来里斯本人很迷信 认为只有处死几个人 才能阻止地震再次发生 于是很不幸地 他们选中了邦格洛斯 把他抓起来 送上了绞刑架 老师人也被抓了起来 挨了一顿毒挡 然后被一个神秘的老妇人打救 老妇人给他智商 给他吃的 又把他带到一个豪华的乡下别墅里 在这个别墅里 老师人意外地发现 居内贡小姐也在这里 原来啊 邦格洛斯之前的信息有误 居内贡小姐没有死 但是 居内贡也已经尝够了人生之苦 她的家彻底被毁了 她自己不仅受了很多伤 肚子也被捅了一刀 还惨遭蹂躏 要服侍多个人 包括一个保加利亚军官 一个异教裁判所的大法官 一个犹太商人 这些个棍都想长期占有居内贡 他们把居内贡安置在这个别墅里 盼老妇人来照顾她的起居 然后不时来找她 老师人非常气愤 在一个晚上 犹太人和法官一先一后来探访居内贡 老师人趁其不备 用剑刺死了这两个人 然后带着居内贡老妇人一起逃亡 祸不单行的是 在路上 居内贡随身的珠宝又被人偷走了 虽然老师邦格洛斯已经不在了 但在遭遇这一系列事情时 老师人还总是想让老师来解释解释 于是在心里同老师展开对话 有时他会情不自禁地喊道 哦 邦格洛斯 你要是在这里就好了 他想起邦格洛斯的理论 既然欧洲都是苦难 那么新大陆就应该是幸福的地方 于是老师人一行人 逃到里斯本的港口 上了一条船前往南美新大陆 在船上 老妇人听到居内贡感慨自己的苦命 也道出了自己的苦难经历 原来 这个老妇人竟是前任教皇的女儿 在一座豪华城堡里长大 但是 她在一次出行中 不幸被海盗劫持 从此开始了悲惨的命运 她先被卖到摩洛哥当奴隶 在部落冲突中九死一生 又被卖到意大利 又转到阿尔及利亚 在那里遇到鼠疫 又是好不容易才活下来 后来 经过一连串商人之手 她被卖到土耳其 被一名军官带上前线 结果部队被包围 她差点被杀掉 最后虽然捡回一条命 但是被土耳其士兵割了臀部的肉 再次侥幸逃生之后 老妇人又被送到莫斯科一个贵族手下 做牛做马当奴仆 两年之后才逃出来 一路靠打各种灵工艰难流浪 直到被派到这间别墅里服侍居内供 小说中 几个人的经历 一个比一个惨不忍睹 但福尔泰的叙事 却始终是轻松的 比如 居内供小姐讲述自己家庭的毁灭 说父母和哥哥被侵略者劈成碎片 老妇人讲到自己几乎天天被强奸 语气都非常平静 好像在说一些很稀松平常的事情 老妇人说到她被土耳其士兵围困时 当时军中的神职人员 奉劝士兵不要杀掉她 老妇人还云风不动地 付述了这个人的话说 你们只需要把这太太的屁股割下半个来 就可大块朵頤 倘若再有需要 过几天还有这么丰盛的异餐等着你们 你们的大慈大悲 足以感动上仓 让你们得到救助的 这种羞辱与痛苦 老妇人居然记得这么清楚 复述得这么坦然 意大利有个著名作家叫卡尔维诺 他在为什么读经典中说 老实人最妙的地方 就是叙事的节奏 一系列不幸 惩罚和屠杀 轻快地从书页上飞驰而过 像喜剧电影一样 用无情的速度堆砌起一场场灾难 福尔泰追求的就是快速 他用一系列闪电般的残酷镜头 来投射出一个彻底混乱的世界 一场旋风式的苦难游历 从而也旋风式地摇翰着 猪人公的认知 老实人确实在慢慢发生着改变 让我们继续讲故事 他们三个人递达了南美 来到现在阿根廷的首都 布宜诺斯艾里斯 居内共立刻被当地的总督看上了 就此被他霸占 老实人想要把他赎回来 可因为背负了人民官司 遭到追捕 不得不逃到巴拉圭那边 在那里 他搭救了两个偶遇的妓女 想不到两人恩将仇报 让他落入了一群土著野蛮人布下的陷阱 信航老实人身边有个聪明的随从 费了一番口舌 说服了野蛮人 让他们相信老实人不是敌人 而是朋友 他们这才脱险 心爱的人得而复失 好心助人却遭背叛 到这时 老实人可说是尝遍了人间苦难 就在他开始怀疑人生时 故事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奇特的插曲 他和随从在乘小船航行的时候 意外地发现了一个世外桃源 这是一个被称为黄金国的地方 这里的一切都跟外界相反 这里没有地震 海啸 瘟疫 而是阳光明媚 山明水秀 这里没有君主横征暴廉 发动战争 而是国王与臣民其乐融融 这里没有因为信仰对立而起的争论 冲突 而是根本没有教会和监狱 这里的财富不是聚集在国王和权贵手中 而是金银钻石遍地 吃饭都不收钱 所有人都热情好客 离开黄金国的时候 老实人和他的随从 得到了一百多头 托满了宝固的羊 这些宝固的价值加起来 已经超过了亚非欧所有君主的财富总额 老实人一路走过德国 荷兰 葡萄牙 一直到南美的各个地方 在这么长时间的奔波辗转中 他从来就没见过幸福的影子 而现在 他所有的不幸 突然在一个虚幻的神话国度里 被一股脑都补偿了 然而 老实人一回到现实之中 他的羊就连续发生意外 一会儿病死几头 一会儿饿死几头 几乎丧失殆尽 最后 当他们在苏里南打算搭船回欧洲的时候 仅剩下的两头羊和金银财宝 也被一个见钱掩开的船主 骗走了 这个专折 其实是对邦格洛斯所信奉的 世界尽善尽美 一个人的不幸 必然伴随着另一个人的幸福的极致讽刺 当小说进入了最后的三分之一时 发生了两件事 让老实人彻底放弃了原先的乐观主义信条 先说第一件事 他和随从在赶着羊前往苏里南的时候 看见地上躺着一个黑人 衣衫蓝绿 缺了一条腿和一只手 老实人看着他可怜 就过去问了一下 得知这个黑人来自几内亚 他妈妈用十块钱把它卖给荷兰人 告诉他说 亲爱的孩子 你有幸当上我们白人大老爷的奴隶 你爹妈也靠着你发迹了 谁知 他在荷兰人堂场里做工 竟被东家随意找茬 砍掉了手脚 丢在这里 老实人目睹他的惨状 又想到这一路所见的各种苦难 他垂胸顿足地哀叹说 老实啊老实 你可没想到 世上会有这么惨无人道的事吧 得了得了 我再也不相信你的乐观主义了 此外 这个黑人还说 他在遭难之后 别人教他信基督教 每个星期天 神父都不道说 天下人不论什么肤色 全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孩子 黑人听着不道 心里就想 不是说我们都是兄弟吗 可是哪有对待自己兄弟 这么心狠手辣的呢 在此 福尔泰不仅批判了白人的奴隶贸易 更通过揭露基督教会的虚伪 道出了他的启蒙主义思想 其对更广泛意义的 人人平等的诉求 再说第二件事 老实人在金银财宝都被船主拐走后 只好靠着随身仅有的钱 搭一条船 去往法国波尔多 路上 他想出钱 请一个人一路作伴 老实人认为 这个人必须像他一样多灾多难 因为他觉得 只有受尽了苦难的人 才能做到足够诚实 结果 他招揽了一名穷学者 名叫马丁 马丁曾经遭遇过被欺骗 被遗弃 被迫害 被偷窃 几乎跟老实人同病相连 而且老实人心里 还能盼望着与居内共相聚 马丁则对生活完全没有什么期待 但是 与老实人及邦格洛斯不同的是 马丁直面自己的厄运 他说 我觉得 上帝的确是把地球交给什么恶魔了 这里的每个城市 都在巴望别的城市毁灭 这里的每个家庭 都恨不得把别的家庭 斩草除根 在这个世界上 弱者和强者之间势不两立 强者把弱者当作任人宰割的绵羊 弱者 则一面卑躬屈膝 一面心里暗中诅咒 在欧洲 不论是陆地还是海洋 到处都是战争 到处都是强盗烧杀抢掠 而即使是一些看起来太平无事 歌舞升平的都市里 人们的内心也被妒忌 焦虑 忧心忡忡所占据 可见 马丁根本不信善与恶 也不相信痛苦过后 一定会有幸福 他根本不相信这一套乐观主义的说法 他认为这种乐观的本质就是让人听天由命 无所作为 通过和马丁的交谈 老师人渐渐也受到了影响 后来 他们在海上看到西班牙人的船队和荷兰海盗惨烈交火 回到欧洲后 他们先后到过英国 法国 荷兰 威尼斯 最后来到军事坦丁堡 一路上再次见识了饥荒战争的各种天灾人祸 终于 老师人彻底改变了原先的看法 他懂得了 人必须专注于现实世界 并且运用自由意志 争取决定和改变自己的命运 在最后几章里 老师人的老师邦格洛斯 竟然诱惑着出现了 原来 他在李斯本上绞行驾驶 脚锁出了问题 让他捡了一条性命回来 他加入到老师人和马丁等人的队伍里 可是现在 他和老师人已经没有共同语言了 邦格洛斯始终抱定了他的乐观主义 这场死里逃生 让他更加相信上帝的仁慈 相信世界的完美 老师人也重新找回了居内贡和老妇人 尽管饱经摩奈的居内贡 已经芳华消逝 变得又老又丑 不过老师人还是和他成亲了 这一群人生活在一起 老师人买了附近的一块地 几个人各自发挥所长 耕地 生产 不久就过上了有吃有喝的安逸日子 在小说的结尾 邦格洛斯再次尝试跟老师人对话 他谈论上帝的安排 说 你想想看 世界是不是实权实美的 所有的事情是不是互相关联的 当初你要不是吻了居内贡小姐 让人赶出了城堡 哪有你后边受的这些折磨 冒得这些风险呢 而你要没有这一大范经历 你也就不能在这儿 舒舒服服地吃着花生 啃着甜品了 对这一套逻辑 老师人只是简单地回答 你说得不错 不过 让我们耕种自己的花园吧 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结尾 老师人的这句 让我们耕种自己的花园吧 凝聚了整部小说 所要传达的核心观点 福尔泰认为 世界上的任何苦难 任何邪恶 从天灾到人祸 从血腥的战争 残暴的抢劫 阴险的欺诈 到愚昧的迷信 凡此种种之所以发生 都与上帝 与那些超自然的力量无关 上帝即便存在 他也是一个冷漠的神 人们为此而祈祷 朝圣 向超自然的力量求助 都是无济于事的 人只有承认自己的局限 专注于现实世界 才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人再无力 再渺小 总还是可以耕种自己的田地 倘若要把世界 从一片荒漠改造成花园 人就要从自己的那块地 开始做起 可以说 福尔泰的这句话 有力地宣告了 劳动与工作的真正价值 老师人的故事讲完了 这是一本流浪汉小说 福尔泰用讽刺夸张的笔法 以喜剧的形式 描述了一个沉重的现实世界 小说中的老师人 仿佛有着金刚不坏之身 在遭受各种欺凌 虐待 经历各种血性暴力 颠沛流离之后 仍然完好无损 这显然纯属虚构 然而 老师人所经历的那些悲惨的事 却并不是福尔泰任意编造的 他们都有着事实依据 除了里斯本大地震 这样真实的大灾难之外 像书中提到的 老师人被征兵的人引诱参军 海盗截夺民女 船主拐走乘客的财物 里斯本人处死无辜者 黑奴被主人砍掉手脚 诸如此类的坏事 恶事丑事 都是福尔泰 从当时的报纸杂志上收集来的 有的甚至是他亲眼所见 例如小说中 老师人在保加利亚军队里 受了一种刑罚 士兵们排成左右两列 命令老师人从中间走过去 然后一路抽他鞭子 这就是福尔泰在普鲁市宫廷里 亲眼目睹的场面 正因为这些街丑 街黑的情节 以及对基督教权威的辛辣讽刺 老师人遭到了政府和教会的双重抨击 小说在1759年1月出版 到了2月 日内瓦和巴黎便相继宣布它为禁书 可是到了那年年末 小说已经印了20版 总计销出了近3万册 成为真正的畅销书 不过 可能出乎你意料的是 福尔泰本人也是一个乐观者 只是他的乐观 不是小说中盲目的乐观主义 而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 福尔泰曾受到古希腊哲学流派的影响 他讲究理性 认为凡事必须经过内心的思考 同时认识自己的界限 用心于眼前的作为 他也承认痛苦和快乐是相互伴随的 屈乐避苦是人的本能 但是他强调理性面对苦难 在苦难中展现真性情 从而享受经过甚深思考的生活 享受有德性的快乐 因此 福尔泰也有意把老实人 打造成一个哲理小说 小说主人公也是一个思想者 他在长途的艰辛流浪中 一路思考 一路交谈 最后领悟到 应该真正面对现实 脚踏实地的生活 他虽然饱受摧残 但是在和居内共重聚时 在认识马丁这样的朋友时 与别人交谈 辩论以及思考时 他都会因为领会到哲理 因为对人生有了新的体悟 而感到很快乐 不仅是老实人 小说中的其他人物 也在不停地思考 比如老夫人说 我倒要请问你们 究竟是哪一个更糟糕些 是叫黑人海盗强奸几百次 臀部被割掉一半 是当苦工 挨打 吃鞭子 抛肚子 还是待在这里 什么事都没得做更糟糕 老夫人渴望劳作 渴望真正理性的生活 在他看来 无所事事 比遭受苦难 更让人难以忍受 小说的结尾 老实人关于耕种花园的回答 也正显示了一个理性的人 如何清醒地面对苦难 如何专心手头的事情 从而获得内心的愉悦和幸福 也正是因此 福尔泰说 人生都是要经历地震和海啸的 甚至人生本身就是一场地震 一场海啸 但是 即使沦落到在救生船上随波逐流 人也不能忘记 真诚地放声歌唱 而对福尔泰本人而言 这本小说也是他人生的一个里程碑 它不仅是福尔泰所有著作中 最受欢迎的一本 而且 此书的成功 也让当时已经65岁的他精神大振 在人生的最后20年里 他积极投入到 与各种当权派的论战之中 宣扬理性 营救受宗教迫害的人 从一个欧洲赫赫有名的公共知识分子 转变为激进的社会改革家 启蒙运动的灵魂人物 引领着启蒙运动走向高潮 好了 老实人这本书 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